我們現在來看 本週五月四號到五月十號的 各生肖的整體應事 我們先來看看屬猴 屬老鼠的屬龍的人 他就是以困行人 行動一定要謹慎 可能這個禮拜 很多事情都會比較不順心 因為應事比較弱的關係 有一點點肉財的跡象 所以一定要小心 要看好自己的荷包 有時候還要多修心養性一點 不要太衝動了 這樣子很可能 因為一個不小心 就會讓你漏財 當然記得投資 投資方面一定要小心 不能投機 不能賭博 那才不會讓你真的會漏財 我們給他一顆心 再來我們看看 屬老虎的 屬馬的 屬狗的人 怎麼樣 來 他就是光明引進出現契機 因為這一禮拜的應事算是平平的 但是雖然不是非常的好 但是還能夠光明引進 還能夠出現契機 就是你想要的事情 他還是能夠照你的想法去進行 所以還算是不錯 所以我們給他三顆心 再來我們看看 屬豬 屬兔 屬羊的人 這個禮拜 五月四號到五月十號的應事如何 他是經營順暢 急慶之調 在工作方面 他可能應事會比較強 會呈現漲停的狀態 那當然一些自營商 就是自己工作的人 那可能他的業績 會有一很大的一個成長 所以說是急慶之照 那我們給他四顆心 再來我們看看 屬蛇 屬雞 屬牛的人 他是胡志心靈 身材那胡 當然正材偏材方面都會很順暢 那投資理財方面也能夠順心 那在就是工作方面 或是金錢方面 家庭方面 三方面都非常的順 所以是樣樣順心 事事如意 我們給他五顆心 那再來就是 我們來加碼 那桃花最紅的人是 屬老虎的人 那事業最強的人 是主兔的人 那彩印最旺的人 屬牛的人 恭喜了